男人活成像汪小飞这样的确是太卑微了 近日有网友留言问了他一个问题 大S会为你隔离过一次吗? 没想到汪小飞居然回答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汪小飞整天想着去弯弯见他的儿女 大S不来大陆生活 怎么这么容易就妥协呢? 想当初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汪小飞就曾经说过大S把那边当作他的家 肯定不会在内陆生活 所以汪小飞现在有这个感慨也不能理解 从她的话里面就可以看出的那种无奈 毕竟是自己是一家之主 整天为了老婆要隔离 然后还得往那头跑 自己的老婆也不过来和婆婆住在一块儿 不体谅丈夫 这其实让很多网友说不能接受的 毕竟汪小飞是经常自少 怎么说也得要点面子吧 可是她偏偏的是碰到的是大S 要知道人家想离婚 和她连招呼都不打 汪小飞哪敢生气 只能说汪小飞家的财力越来越不如以前了 要不然的话大S也不可能说要离婚这样的话 不过老婆大S没有为汪小飞隔离过 也不想过来看她 这是不是有点不错的呢 哦